吃回轉壽司驚艦這一幕 一名小朋友伸出手 在回轉壽司上一盤摸過一盤 還用手指擋住餐盤運轉 全程持續二三十秒 一旁大人完全沒有制止 讓目擊民眾超傻眼 連鎖回轉壽司生意超好 經常客滿 卻看到小朋友用手玩壽司 不管有沒有摸到食材 衛生問題讓人皺眉心驚驚 民眾把畫面PO網 直呼這樣真的吃不下去 其他網友回應 完全看出家長的教育 建議不要再回轉了 直接改單點 小朋友當天竹鼠車車在玩嗎 業者應該要規定 小朋友靜坐旋轉區座位 我覺得看到還是會覺得說 他會就是不衛生 不知道說吃肉龜拉肚子之類的 事後民眾把影片反映給業者 業者回應 店員上前查看時 客人已經離開 如果及時告知 一定當面制止 也會加強員工教育訓練 我剛剛說 就是我們覺得這樣不是很危險 希望他可以去宣導一下 品牌回轉壽司 在日本也曾被高中生惡搞 現在又發生小朋友大玩壽司盤 業者表示將加強員工訓練 希望回轉壽司形象 不會受到影響 只有賴關章 台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